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随着时间的推移 各支球队新赛季的训练营大幕都已经正式拉开了 其中受到关注度最高的无疑还是胡人 尽管胡人对外开放采访比较迟 直到训练营开启之后 他们的核心球员才逐渐公开表态 但实际上在半个月之前 胡人重将就在詹姆斯的组织下参加了一个迷你训练营 根据报道称 14名拿着标准合同的胡人球员 全部都出现在了训练营当中 胡人球员对待新赛季的态度 让人感到兴奋 而他们也有很多变化是值得期待的 在胡人的训练营当中 球迷们关注最多的是詹姆斯 农梅 李福斯这些核心球员 不过有细心的记者发现 巴村磊在训练营当中和詹姆斯走得很近 两人几乎可以说是形影不离 基本詹姆斯练什么 巴村磊就练什么 詹姆斯教什么 巴村磊就学什么 这让不少记者好奇 巴村磊如今的实力 以及他接下来在胡人队内的定位 在采访之后 大家开始清楚 原来整个休赛期 巴村磊都和詹姆斯待在一起 前者一直在向詹姆斯取经 渴望吸取更多的经验 以及学到在詹姆斯这个位置上的更多技能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巴村磊直言 他在这个休赛期的确一直和詹姆斯一起训练 后者教会了他很多东西 这让他受益匪浅 除此之外 巴村磊还直言 詹姆斯告诉他 他们的身形相似 身材相近 詹姆斯一直将巴村磊视为自己的替身 两人交替出场 胡人始终可以保持身材的优势 詹姆斯丝毫不吝啬将他的持球 背身 以及一些在三 四号位上的卡位技能 对空切时机的把握 对跑位的敏感嗅觉 通通交给巴村磊 詹姆斯甚至在社交账号上 称自己是巴村磊的师父 从这个方面来看 巴村磊这个休赛期 确实赚到了 过去这一年 巴村磊做了两个正确的决定 第一个就是拒绝了奇才的序约请求 第二个就是拒绝了日本南蓝的世界杯征兆 由于自身的一些问题 加上奇才引进了库子马 巴村磊的位置逐渐边缘化 他不仅丢掉了首发 而且时间和队内角色也大幅度下滑 根据报道称 奇才一开始给巴村磊提供了 年薪在1200万美元左右的续月报价 随后将报价提升到了1500万美元 但都被巴村磊拒绝了 用巴村磊自己的话说就是 他觉得自己在奇才逐渐没有了归属感 他想要为一支需要他的球队效力 很明显 巴村磊为胡人效力的这半个赛季 无论是站在球队角度 还是他自身的角度都是非常成功的 这一点 从巴村磊的续约合同就能够看出 尽管比起此前奇才提供的续约报价 没有太大的提升 三年5100万续约胡人 但至少巴村磊在胡人感受到了归属感 他内心感受到了胡人对他是很真诚的 此外 巴村磊在胡人所得到的知名度提升 这也是奇才完全无法相提并论的 他在胡人所得到的实力提升 也是奇才没办法给他的 这就跟他修赛期的经历有关了 进入修赛期之后 巴村磊顶着巨大的舆论压力 拒绝了日本南蓝的邀请 没有出战南蓝世界杯 不过他并没有浪费这些宝贵的时间去度假 游玩 巴村磊充分利用了这些时间提升自我 除了一直和詹姆斯一起训练之外 巴村磊在这个修赛期 还一直跟着胡人知名助教菲尔汉迪进行特训 球迷们对于新赛季巴村磊的表现 可以说是非常期待 不过 从胡人训练营的情况来看 巴村磊似乎在新赛季出段 仍会担任替补的角色 哈姆好像还没有打算让他和詹姆斯农眉携手先发 胡人在训练营一开始的阵容演练当中 首发阵容为詹姆斯 农眉 里夫斯 拉塞尔 范德比尔特 巴村磊被放到了替补的位置 不过 仔细想想 作为一名有着单点爆破能力的前锋 替补可能是巴村磊更好的定位 因为胡人首发能持球的人太多了 比起进攻 可能范德比尔特带来的防守效应 会更好一些 巴村磊自己也清楚 进入首发阵容不是关键 拥有更多的出场时间 以及能否进入收官阵容 这才是更关键的 巴村磊依旧是胡人最关键的一环 另外 当利拉德的交易尘埃落定后 哈登离队这件事 基本也有了最终结论 暂时走不了 哈登没有出席76人媒体日活动 但球队在科罗拉多州举行的训练营 哈登已经抵达回合 从一个小细节说起 根据明记伯腾斯报道 此前当联盟调查哈登和76人事件闹剧时 哈登曾表示 如果76人选择强留自己 那他也会认真执行合同上规定的义务 此外 根据联盟薪资发放标准 哈登从选择执行下赛季价值3560万美元球员选项后 当天就拿到了25%的薪资 此外 10月初又拿到了25%的薪资 也就是说哈登已经收到了76人 给他下赛季一半的工资 1780万美元 函税 76人已经给完钱了 而且并没有像当初难为西蒙斯那样难为哈登 所以新任主帅纳斯接受采访时确认 媒体日和第一次全队集训 哈登不在 但是他很快就能和球队会合 同时 纳斯也强调 哈登是我们球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用铭记WOJ的话说 哈登选择回归76人 他可能存在的想法是 让76人难堪 球队觉得他没有拿出最好状态 然后顺理成章送走他 但随队记者蓬佩泽表达了不同看法 认为哈登到了合同年 他不会铤而走险 即便可以让76人受损 但等到名下 哈登的职业态度会让很多争惯级别球队退比三赦 无论是哪种情况 但有一个结局注定 关于哈登的交易 76人要价非常高 极战力球员 或者能帮助他们得到同等级别极战力球员的资产 而快船是唯一一支 有兴趣得到哈登的球队 但是没有任何动力提高报价 76人此举目的就是让恩彼得开心 哈登在球队当然可以 如果不在 球队竞争力至少不能下降 那恩彼得的态度呢 面对媒体的采访 恩彼得谈到了哈登 恩彼得原话是 和那一次西蒙斯事件并不相同 那一次媒体都在指责我和我团队的其他人 这一次是双方之间存在的误会 而我只能控制我该控制的成为球队领导者 但同时 恩彼得也在强调 如果每年都发生这种事情 那每年都无法接近总冠军 这确实让人有些沮丧 不过我知道球队里有谁并不重要 我自始至终都相信我们有机会获胜 和恩彼得摩棱两可的态度不同 贝福利和马克西在面对媒体时 直接站在哈登这边 快回来吧 我深爱他这个兄弟 我们需要他 包括老塔克 也在表示 无论哈登处境如何 他始终支持哈登 从哈登正式回归这件事表面来看 是76人取得了最终胜利 因为哈登没有更多球队感兴趣 同时76人也找不到合适的替代品 哈登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坚持 但是我们忽略了两个细节问题 其一 上赛季76人这套框架 就是东部二轮水准 而且是建立在哈登两场 40加三分绝杀的基础上 实际上恩彼得打到季后赛 没有任何威慑力 几乎不进三秒区 当其他球队都在补强时 76人原地踏步 那只会距离总冠军更远 其二 哈登早在火箭时期 就有过破冠破摔的行为 可以参加训练营 可以上场比赛 但是哈登如果不全力而为 76人新赛季开局就掉队 他们有弥补措施吗 恩彼得上赛季 虽然拿到了常规赛 MVP和得分王 但是季后赛场均 只要23.7分 9.8篮板 两项命中率低至43.100分 加17.9% 特别是和凯尔特人奈伦系列赛 俨然变成了控球后卫 连格威和霍夫德 都能把恩彼得挤出三秒区 这种表现 实在愧对所谓的联盟第一中锋头衔 更是被约基棋远远甩开 76人从去年夏天 让哈登大幅降薪起 直到这一次强留哈登 说白了 都是为了满足恩彼得 恩彼得需要华丽的数据填充 个人荣誉 其他的都是牺牲品 而强留哈登的后果显而易见 无论如何哈登还是持球核心 他在场上有一百种方法 让恩彼得在新赛季也不开心 76人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很有可能最终的结局是 受不了哈登摩阳功 最终低价抛售给快船 恩彼得被这件事闹了一个夏天 球队新赛季毫无希望 明年夏天 他可以选择去尼克斯或者热火 说白了 76人管理层确实有些过分 正如伊戈达拉当初所言 NBA其他球队不会像76人管理层一样 想尽办法控制球员拿到高薪资 这只会让所有人打得都更自私 哈登回归 但和76人的战斗才刚刚开始 中文字幕为患者 杨栋梦